槟城威南福罗布隆垃圾场星期五发生火灾 当地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危害健康和生命的级别 附近十所中小学明天起关闭三天 当中包括陪德华校 威南县教育局主任穆哈默奇奥丁今天发文告指出 垃圾场方圆十公里的学校空污指数达到第三级别 影响健康和威胁人命 因此高阴国小高阴淡小 斯里尼蒙国中在内一共有十所学校明天起关闭到星期五居家上课 当局最迟星期六通知复课详情 并且促进民众戴口罩以及减少户外活动